一身肃靜戴著黑色口罩 安心亞來到諸葛亮臨堂致意 面對鏡頭低調不願多說 剛才有跟蘇大哥說些什麼嗎 不好意思 謝謝 安心亞特地前往悼念諸葛亮 原來兩人之前就曾因為電影 攜手合作 人家幫你親你不要吞我 你把我親不吞你都吃醜頭 劇中安心亞親吻諸葛亮 讓一旁的李美秀吃醋不悅 這一幕還是諸葛亮主動要求更改劇本 也被虧說根本就是趁機自肥 諸大哥就是排戲排完之後 覺得那個地方要加一個吻戲 會比較更好看 而談那被女神親吻的感覺 諸葛亮這樣說 沒有 我以為可以演技啦 再來一次啦 結果導演說好了 就明明這個導演作弊 造成女主角安心亞落落大方 說得到諸葛亮的一幕一吻 感到很開心 諸大哥就說 就說他想要再一次 因為他覺得我親得太快了 結果後來導演就說OK了 就是覺得很軟啦 不過諸大哥的願望最後在電影首映會上 還是讓他如願以償 給我們辛苦的大哥味道一下 一 二 三 啾 我安心亞啾得很認真 被主持人猛虧讓安心亞害羞地低下頭 但也讓人看到兩個人的好交情 如今諸葛亮病逝 這樣的經典畫面也就此成為絕像 記者廖一志 台北報導 我還以為了 為了